好,同德好啊,这一集课我们来学习这个火车过桥问题 这个火车过桥的话,其实很多地方四年级,三年级有的就开始学一些基础的提醒了啊 咱这一集课的话,纵合性强一点啊,难度会大一点啊,大家注意听 首先咱的火车过桥啊,注意,我会从知识结构到二例分析,强化巩固,举一反三,归纳总结这样一个整个结构 按照这样一个闭环来学习啊,重点让大家养成独立自主学习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 来,我们把思路打开啊 首先这个有关火车过桥呀,火车过隧道,两列火车车头相遇到车尾相离 一般都会有这三个大的考虑,这是一种行程问题 咱们要考虑速度时间路程三种量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火车本身的长度,咱们经常会用图示,做图,演示的方式来帮助解题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树心结合 来,我们看一下啊,有几种情况 车和车相遇,车和车追击,车和桥,车过桥 有这三个大的方向 首先一般情况会有四种考法 求车场,求桥场,车速,时间 那公式这个东西呢,你不需要四进背的啊 等待要熟练之后呢,你再来看这三个式子 你自然就会了,先不用背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 一列快车长150米,每秒行22米 慢车长100米,每秒行14米 快车从后面追上慢车到超过慢车 更需几秒钟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啊 像这样的题一定要注意绘画图 你想想呀,那个快车长 比如说这是快车 慢车呢,慢车呢,短一点 慢车在后边 好,咱们把车子的轮子画一下 这是快车 这是慢车 他说呀 快车从后面追上慢车 嗯,追上慢车 更需并超过慢车 更需几秒钟 那快车想追上并超过他 同学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画一下 比如说这个快车跑这来了 慢车呢,跑这来了 可以吧 嗯 稍微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把这个重新换一下 不然有点挤啊 重新来 嗯 来 咱们的 呃 慢车在前 这是慢车 快车在后 快车长一点 好 那咱这个是慢车 这是快车 好,过一段时间了 慢车走到这来了 嗯 来,慢车走到这来了 好 快车呀 走到这来了 抽过他了 对不对 好嘞 这是快车 这是慢车 你看啊 快车跑到慢车前面去了 这个是快车的头 好不好 我就这样标一下 这是慢车的头 啊 这是快车的头 刚才这是慢车的头啊 那你看一下啊 实际上啊 为什么会赶上他呢 因为快车快 慢车慢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速度差 乘以时间呀 是等于路程差 对不对 那现在要求时间 我们速度差知道了 22 解14 那路程差是多少呢 路程差大家看啊 其实你从这个图上一目了然 这是快车走的 快车走了这么多 对不对 这个呀 是慢车走的 头到头 慢车走了这么多 那大家观察一下 慢车的 快车的 那快车S快 慢车S慢 那你想想 那你想想S快 减去S慢 等于多少呀 等于多少 是不是能求出来 你看看这一整对 减去这一整对 是不是得到两个车的长度啊 这个车加这个车 慢车快车长度 150加100 那是不是等于250米啊 那现在人家问时间 那咱们用路程差250除以速度差8 就可以得到时间 所以时间呀 就等于250来除以8 等于31.25秒 所以最终的答案 就是这个 31.25秒 好不好 同学们 所以像这样提 难在哪呢 就是你得绘画图 你如果光在脑袋里想呢 有时候呢 不一定能想出来 并且想的还容易想醋 所以大家善于画图分析 你可以列这个式子 再列这个式子 最终再列这个式子 当然你也可以列一个式子 怎么列呢 150加100 是不是路程差 除以速度差 得到时间31.25秒 可以的啊 好 那我们得举一反三来 学会这一个 我们看下一个 A火车长180 每秒行驶18米 B火车每秒行驶15米 两火车同方向行驶 A火车从追上B火车 到超过它 共用100秒 其由B火车长多少秒 你说跟刚才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吧 A火车 追上B火车 比如说这是B火车 那B火车在这 A火车在这 从追上到超过 行 B火车跑这来 A火车呀 要超过它 那你看 B火车跑这来 A火车跑这来 咱们分析一下 路程差是多少 是不是跟刚才一模一样 嗯 这是B走的 这是A走的 它们相差多少 你看看 相差的是 SA 这个呢 SB 你是B的头从这 跑到这来了呀 A的头从这 跑到这来了呀 所以路程差 SA-SB 是等于多少 这个火车的长度 加上这个火车的长度 咱们有一个知道了 A是180米 那这就是180 B不知道 是不是180加这个问号 要求B的长度 那行 现在你看看 速度差 是多少 速度差 V A 减 VB 是等于多少 18和15 等于3 米 每 秒 是吧 好 那同学们 时间也给你了 那咱们用3乘以100 是不是得到300米 这300米是啥呀 同学们 这300米就是路程差 那路程差是100加上另外一个 180加另外一个火车 那另外一个火车的长度就是300 再减180 等于120米 所以这是一个分析过程 那怎么列势呢 给大家规范一下 那大家注意 第一步 我们用这100秒 时间乘以速度差 18-15 是不是可以得到路程差 路程差 刚才算的是这个火车长度加这个火车长度 那咱们减去这个180 是不是就得到B火车的长度啊 所以B的长度就出来了 那咱们就等于120米 大 重点就在一个点啊 思念进去学的 速度差 乘以时间 速度之间的差距 跟时间一相乘 就得到了一个路程差 是不是啊 路程就有差距啊 那路程差怎么能方便的表达出来 画线的图 把这个线的图画好了啊 就行了 好 我们往下走啊 一列火车长180 每秒走这么多 全车通过一条120米的山洞 有多长时间 这个比较常规 来 火车180 这是个火车 这是头 好不好 这头 来 过山洞了啊 过山洞 比如说 这有一个山洞 好 山洞的长度呢 是120 火车呢 是180 它的意思是 头 过去了 对不对 尾巴要出来 出到这来 嗯 这是头 头在这 尾在这 那你尾巴出来这个山洞呢 你才算通过了呀 对不对 需要多长时间 那简单 你看 头是在这的 头跑这来了 那它总共走了多远 总共走的路程S 是等于120 山洞的长度 加它本身的长度 本身的长度 多少180 所以总共走了300米 总共走了300米 同学们 你说需要多长时间 时间就等于 300 除以速度25 咱等于多少 是不是12啊 所以就是12秒 注意单位啊 是每秒钟啊 所以时间T 路乘S 都出来的啊 答 这其实一个比较基础题啊 来 我们接着往下讲 嗯 有两列火车呀 一列长130 每秒23 另外一列250 每秒15 注意 过程是什么 两车相向而行 这是一辆车 这个呀 是另外一辆车 相向就是相反的方向 是不是这样子走啊 比如这是A车 这是B车 从相遇 你注意啊 从相遇到离开 相遇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样 你注意啊 相遇就是这样 头碰头呗 是这个意思吧 那这一刻是不是相遇 我就写上啊 相遇 这个稍微麻烦点 我讲慢点啊 相遇 到相离 到离开 离开 同学们注意看 离开 那红的跑这边来了呗 是这个意思吧 蓝色的就跑这来了呗 诶 大家注意看 比如说呀 这个是 这是尾巴 这是头 这是它的头 头碰头 从头碰头到 头 这是它的头 头跑这来了 尾巴到这儿 到尾巴碰尾巴 它的尾巴跑这来 它的头跑这来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看 相当于经过了一个什么过程呢 从头碰头 到尾巴碰尾巴 你看啊 蓝色的车子往这走 红色的车子往这走 结果 红车子跑这来了 蓝色的车子跑这来了 那你想想 它们经过了多长的距离 同学们能不能研究出来 经过了多长的距离 注意啊 那说明它俩 这个时候一共 一共走了多长距离 一共行驶 是不是两个车的车长加一起啊 130加250 等于多少 380米 能想象出来吧 然后 速度和也知道呀 速度和是多少 速度和是23加15 等于38米 每秒 那你想想 一共走了多长距离 速度和也知道了 那一共花的时间也就知道了 用380除以38 就是10秒钟 这个应该都能理解 这个画面应该能想象出来 对不对 两个车从头碰头到尾 接触尾 你看看 是不是 他们一共其实从相遇到离开 一共走了 两个车的车长 走了两个车的车长 那一共行驶的就是380 速度和38 时间就是10 来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道题 他说 一列火车通过240米的大桥 要3分钟 用同样的速度 从路边的一根电影杆旁边路过 要1分钟 求火车的速度 好啊 像这样的题 可能很多东西理解不上来 我们用方程的角度 射方程 好不好 射速度 可能有同学感觉 电线杆跟大桥有什么区别吗 是吧 射速度 VX 那注意啊 那你说 这个车啊 这个车 从这个电线杆 这经过要1分钟 那你说这个车有多长 是不是能算出来 你比如说呀 这是电线杆啊 那你从这经过 那车就跑这来了 头 跑到这来 经过了整个车长 然后呢 每分钟走一 用一分钟 速度是X 说明车长就是X乘1米 对不对 这是火车的长度 这样写啊 则 火车 车长 为 X乘1米 用速度乘时间呀 是不是啊 好 大家注意看啊 那火车长度知道了 现在我们就 火车通过2400米的大桥 要三分钟 那行啊 火车通过2400米的大桥 要三分钟 那火车的长度 X乘1 再加上桥长 咱们再来除以这个车速 是不是就等于三呀 是不是就等于三分钟 总共经过的路程 除以时间 除以速度等于时间 是吧 这个火车过桥的这个过程 我再给大家画一下 火车在这呢 这是个桥 火车通过桥 火车的头开始在这 尾巴在这 它通过这个桥呀 就是尾巴要出去 头到这来 实际上它走了这么远 这个S是等于多少呢 桥长 加上车长 桥长是2400 车长呢 是X乘1 对不对 2400加 加X乘1 对不对 所以总共走的路程 从头到头 总共走的路程 除以它的速度 等于它经过的时间 那你把这个方程 再挤出来就行 那有个人说 利老山 你讲了这个方程 我不会挤 大家注意啊 这个方程咋挤呢 你看它来除以X 打个糟糕 是不是X加上2400 除以X 等于3呀 两边都乘以一个X 方程不变吧 约分 那X加上2400 等于3X 把X移过去 2X等于2400 X等于1200 对不对 所以X等于1200啊 那这么一算 X等于1200 打火车的速度 就是1200米 每分钟 这个是用方程的角度啊 当然我不知道 用方程肯定都能听懂 那如果我这样讲 看待能不能听懂啊 就不用方程了 你想想 为什么通过大桥 要三分钟 通过电线杆一分钟呢 因为大桥有长度 电线杆啊 没长度 所以三分钟 比一分钟 多了两分钟 这两分钟干啥去了 这两分钟 就相当于去通过大桥 花的时间 那你通过大桥 是2400米 你这多的两分钟 全部是经过大桥 所以速度就是1200 对不对 每分钟啊 就是1200 能理解吗 因为电线杆 它是没有长度的 经过它 你想想 经过电线杆 花的时间肯定少呀 因为你经过大桥 你在大桥上还得走路呢 你经过大桥的三分钟 经过电线杆一分钟 多了两分钟干啥 就是去走这个大桥去了 这个大桥刚好是2400米 2400米对于两分钟 说明火车速度是1200 两种方法都可以做 来我们看这道题 王叔叔沿铁路边散步 每分钟走50米 迎来一面使来一列 280米的列车 好啊 王叔叔在这 车呢 来了 这个车呢 是280米 他与列车 从湘域到湘里 用了半分钟 求这个火车速度 同学们思考一下 你想想 从湘域 从湘域到湘里 共走了多远 共行驶 的路程 是多少呀 人是没有宽度的呀 车有宽度 所以呢 从你比如说人到这来 从湘域了 到湘域了 到哪个过程呢 到这来 火车到这来 对不对 从一个湘域 到湘域 这是湘域了呀 嗯 那这个就是湘域了 从湘域到湘域 其实他们走的 就是一个车长280 对不对 280米 那总共行驶的路程 知道了 总共行驶的时间 也知道了 那咱用280来 除以半分钟 0.5 那就得到560米 每分钟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用 总共行驶的路程 除以时间 就等于速度和 速度和是260 速度和是560 其中一个人的速度是50 那咱用速度和减50 不就是另外的车速 另外的火车的速度吗 所以用560 减去这个50 得到510米 每分钟 所以火车的速度就出来了 嗯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个相离的过程的公式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是吧 也都知道 相离 相遇 相离 他们的公式是差不多的 相离是这样的 一共行驶的路程 一共行驶路程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速度和 乘以时间 相离的时间 是吧 这个相遇过程 就是相遇时间 乘以速度和等于 总共行驶路程 那相离就是它的反过程 是一样的 都是速度和乘以时间 你总共行驶路程 就是一个车的长度 2008 那乘以相离 乘以相离时间 半分钟 就等于速度和 速度和是560 其中一个人是 人的速度是50 车的速度就是510 这几个讲的还有一点快 是吧 但是 大家应该绝对能听懂 重点的是把过程分析清楚 就行了 嗯 好 最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东西不需要背 不要去背这个公式 画图分析就行了 车长 求长 车速 时间 不管它求什么 把过程分析清楚 都比较简单 好 然后我们下几个就讲新的专题了 好不好 嗯 感谢大家的观看